哈喽大家好,我是欣宜 现在呢是早上的七点半 我现在已经全部都收拾好了 今天呢打算就回东北了 我一共呢有五个包 昨天呀又新买了一个皮箱 估计这些东西一会儿得办四趟 我昨天实在是没有查到 宜征到扬州机场的车 所以呢只能打车了 坐别的车呀 我感觉人家应该也不会了 因为我这行李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只能选择打车了 好吧出发 现在呢我正打算要办理托运 这么多的行李啊 起个早赶个晚机 飞机呢现在又晚点了 飞机晚点两个小时 现在呢吃点面填饱肚子 外面现在下起了瓢泼大雨 估计还会耽误行程 我已经在机场等了三个小时了 好累啊 现在终于登机了 现在开始登机了 回家了 飞机上免费给我发了一个午餐 还有一瓶水 还有小零食 我打开看一看 里面都有什么好吃的 竟然是羊粥炒饭 真好我也饿了 多吃一点吧 我现在已经下飞机了 我老爸过来来接我来了 要我这么多行李 我实在是整不动啊 行先拿瓶水也行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这次呢出去了三个月 我发现在在外面 无论你走多远 飞得多高 回到家里都有一种安全感 我哥和我嫂子呢 是比我提前一天到家的 他们呢今天邀请我去他们家吃东北的名菜 蘸酱菜 我先休息一小会儿 晚上呢去他家 我现在已经到我哥家了 哎呀姑姑你咋来了 那我想你了呗 嗯 想你了 这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吃的蘸酱菜 黄瓜蘸鸡蛋酱 还有茄子蘸鸡蛋酱 地瓜还有土豆 我哥和我嫂子比我提前一天回来的 他要给孩子办开学的手续 所以呢比我提前了 跟那大葱不辣呀 辣 这葱多辣 我都拉着眼泪 我就不能吃大葱 这个酱啊 捲在干豆腐里吃 也特别的香 我们的最爱呀 放点土豆去 可要吃到东北菜了 无论走到哪里啊 都馋家乡的味道 太香了